七月年太子张浩维出事了 近日张浩维被爆料疑似逃漏税 还留出疑似要笼络小姐 做着蔓赢的录音 虽然还未定案 但已经把张浩维推上舆论风波 不仅七月年前两季有下架的风险 张浩维接下来的代播录据 数据人家爱情有烟火也可能播不了 过去有不少录据因为明星塌房 又或者是广定禁令而难以播出 哪部最让你可惜呢 之前就有网友票选 最可惜没能播出的录据 他不是 但是冠军是他 张浩维遭爆疑似逃漏税 由意笼络小姐组织卖淫 男性张浩维的风波 静气闹得沸沸扬扬 张浩维因为出演 庆祢年太子一决被大家认识 本来星途一片大好 然而最近他却爆出疑似逃漏税 更让大家震惊的是 网络上流出一段疑似是张浩维的录音 我们可以培养一个自己的妈咪出来 把天南地北的这种小姐 给他笼络起来也挺好了 张浩维一次要组织卖淫 炸裂的言论正义不断 其实早在一周前 就有狗仔曝光过一段录音道 张浩维脱口说出 我就没有见过身边有哪个男的 说我嫖不了仓 这个言论在当时就引起热议 虽然张浩维澄清说 只是跟朋友在聊八卦 但网友依然不太买账 风波延伤后 张浩维工作室也发文澄清 表示没有逃漏税 还晒出玩税证明 至于组织卖淫风波 张浩维凌晨发文表示 黑暗团伙盯上 有人一直故意给他录音 筛选拼凑出 可以给他带来伤害的录音档 工作室表示已经报警 此事牵扯到一个刑事案件 相信警察会给予公正的结果 尽管张浩维已经澄清 但网友普遍不太买账 也有剧迷担心张浩维的风波 会影响他的代播剧 不仅七亿年前两季 可能面临下家风险 第三季也可能要幻觉 或减少太子一决的戏份 而张浩维也参演了 谭送运输警人家 《爱情有烟火》两部剧 它都是重要难配戏份不少 如今正好为风波延续 能不能顺利播出 都是个未知数 过去有不少陆军因为明星塌房 又或者是广电禁令而难以播出 以下是网友评选 最可惜没能播的Top10 网评最可惜没能播出的 激压陆军 Top10 张寒雨 秦俊杰 天下长安 天下长安真的很惨 经历了二次叮当有车道 到现在还没播呢 天下长安早在2017年7月就已经杀青了 激压快八年之久 如今都已经2024了 它依然没有能播的迹象 天下长安是不全毛古装历史证据 因为题材敏感难以过审 天下长安其实挺有看点的 背景是随末唐初的大唐开国时期 以唐朝知名宰相魏征为主视角 魏征由自身老戏骨张寒雨饰演 与李世民如何从逼宫世兄的残酷宫廷斗争中 放下对立的局面 开创贞观之志 网评最可惜没能播出的激压陆剧 Top9 杨子 魏凡 青簪行 杨子辛辛苦苦拍了大半年的古装大剧 青簪行 男主角魏凡 涉嫌右肩魏成年等违法行为进监狱 从而被全面封杀 导致青簪行也失陈大海 所有人都在替杨子叫去 他为这部剧牺牲太多了 拍的时候还因为征翻事件惹得一身心 最后拨不了浪费时间精力 影响杨子整个职业规划 真的实惨 片方也惨配 而后来青簪行终于确定补拍 扎了彭观音去带吴亦凡的戏份 彭观音有素感 不过主角补拍换脸的剧 几乎都没有能爆火的 如今青簪行大概只求能播出止损吧 网评自可惜没能播出的积压录剧 Top8 李线 春夏 人生若如初见 人生若如初见是李线在 亲爱的热爱的爆火后接下的剧 这部剧本来是重点大剧呢 导演王伟曾知道过 隐秘而伟大是高评价的正剧导演 但这部剧却非常的命运多传 当初定当又车当 剧传是因为题材敏感 涉及清莫名处的政治议题 传言因为李线设演的角色的立场敏感 似乎还因此被删减戏份 从一番变二番 后来女主角春夏也出事 她疑似发文力挺白纸革命 传出造中国软风沙 如今这部剧是彻底凉凉了 网评最可惜没能播出的积压录剧 Top7 张星成 傅星伯 光渊 光渊是由张星成傅星伯主演的悬疑剧 改编子单改小说 莫读 原著在网上知名度很高 剧情讲述特调组队长 骆维昭与夫家子弟赔素 两人合作办案的悬疑故事 光渊剧情安排够烧脑 节奏也很紧凑 可惜如今中国广电竞单改 光渊一上线后播了八集就没了 剩下的集数一直没能播出 期间一直有创文光渊要复播的消息 但都没有成真 而如今剩下还没播出的单改剧 似乎更是播出无望了 网评最可惜没能播出的积压录剧 Top6 人家伦 宋佐尔 无忧度 宋佐尔与人家伦的无忧度拿下第六 这是人家伦在与君初相识之后的 又一部古装剧 为爱奇艺2022主投的重磅项目之一 题材新颖 讲述百度妖怪灵魂的黑豹精 与一位能够探听妖怪内心的人类女子的 禁忌之恋 背景发生在晚唐时期 无忧度导演 为指导过三生三世事例桃花 为微笑横倾城的重量级导演林玉芬 主创团队阵容坚强 是2022开拍的众多古装剧中 备受看好的一部 无忧度本来去年就要上当 然而因为宋佐尔陷入税务风波 所以至今一直被积压 不知道最后还能不能顺利上当 网评最可惜没能播出的积压录剧 Top5 刘学义 远冰岩 落花世界又逢君 落花世界又逢君改变自 畅销作者 蜀克长篇小说 被誉为是继三生三世事例桃花之后 最浪漫 最缠绵的爱情神话故事 被广大读者评为三生三世后 最好看的线下小说 所以传出拍剧版受许多原著粉关注 但后来因为袁冰岩 桃露是风波 这部剧也播不了 选角其实很有看点 好可惜 落花世界又逢君 讲述千年的茶花小妖 与掌管中天的中天王之间的 千年纠葛爱情的故事 她为了她 修仙500年 就换来冷漠对待 女妖变不了神后 她选择抛弃仙道 涌动轮回 只为忘了她 而她后悔不已 拟天改命 只为带回她 旺平最可惜没能播出的积压录剧 Top 4 刘亦菲 锦柏然 南烟斋笔录 民国剧《南烟斋笔录》 是刘亦菲记2006年 神雕下旅后难得再接的电视剧 是刘亦菲重返小荧幕的重点大剧 殊不知 却被难陪赵立新所拖累 赵立新发表寂静言论 在微博发文涉嫌替清华日军洗白 整件事情越演越烈 她从而被封杀 所以参演的电视剧也都播出无望 《南烟斋笔录》早在2018年就已经拍完了 还拍了将近7个月呢 过了多年 刘亦菲已经播完 《孟华路 秋风的地方》和《玫瑰的故事》三部剧了 然而《南烟斋笔录》开播之日还是遥遥无期 刘亦菲近年推出的录剧 每一部都火爆啊 《南烟斋笔录》还有刘亦菲 绝美的《民国扮相》没播 真的很可惜 《网平》最可惜没能播出的《鸡亚路剧》 TOP3 《龙一熙》 《陈飞宇》 《郝一行》 《龙一熙》和陈飞宇 传的《郝一行》是万众瞩目的单改剧 当初她动不动就冲上微博热送 热度高得吓人 《龙一熙》的古装扮相一直都很鲜 《郝一行》也被视为有望成为 既陈情令 山河令后又一部爆红单改剧 但也一样因为单改经令播不了 《郝一行》改编自高人气单位小说 《二哈》和她的白猫师尊 讲述满手血腥的莫然 重生回到十余年前的年少时代 重立人生 发现了许多前世不曾察觉的秘密 弥漫了前世曾经做失的感情 最终在师尊楚万宁的帮助下 阻止了尘世颠覆 拔除心魔 礼生为善的故事 相爱相伤的男男士都请非常好客 网评最可惜没能播出的积压录剧 《逃跑2》 妮妮 邓伦 夜旅人 当初邓伦因《寿风》播出时 连带这部夜旅人也无法播出 大家都很心疼妮妮 原本夜旅人是2022最万众主目的带播剧之一呢 高颜值好演技的组合备受期待 现在不用想了 夜旅人是不穿越时空的悬疑爱情剧 1937年儒雅赴黑民国绅士 邂逅2015年特立独行 撒脱女法医 1937年与2015年两个时空交错于上海的一栋 699号老公寓 他连接时空两端的上海 将两个被遗忘的人紧紧连在一起 开启一段穿越时间与空间的爱情 网评最可惜没能播出的积压录剧 TOP1 刘雨宁 宋佐尔 折腰 冠军是折腰 这部真的很被期待 折腰是腾讯2023年的头部项目 大制作大投资 由郑旭寿导演指导 制作班底很好 还有何润东 高伟光 季肖斌等演员特别出演 折腰改编自彭莱克的同一想说 有点古装版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感觉 讲述聪慧机敏 新戏家国的乔家女郎 小乔 与优优优某心纯善良的魏家主公 魏少联姻 鲜魂厚爱的故事 折腰先前释出的装造都非常美 刘雨宁和宋佐尔的搭葬也有高期待 但依然是被宋佐尔拖累了 至今仍不出无望 那么大家是怎么看待的呢